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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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針全雜佬 是袁師的全世之作 他一生心血存在其中 天書 真是可以說是天書 這本天書 墨老先生有沒有看過 有 有 我曾經看過 就為了這件事得罪了袁師 被他逐出了師門 這是我終生之痛 終生之恥 在千針全雜佬裏面 有沒有記載金蛇探穴的針法 這種針法是袁師的獨門絕記 在這本書裡面 記得非常詳細 墨老先生看得很詳細 我曾經為了這件事 還跟袁師發生了少許的爭執 他起初不認同 後來呢 他還做了幾方面的修正 所謂清出於藍而勝於藍 指的就是這個 說話不能這麼說的 所謂一人計短 二人計長 這本天書 除了墨老先生你看過之外 還有甚麼人看過呢 據我所知 我師弟偉恩凡 他看得比我早 亦比我深 我知道這本書 還是他告訴我 是這樣的 他的名字怎麼寫 偉是偉徒的偉 是歡欣的恩 凡夫的凡 偉恩凡 他呢 人稱神針小如來 在宮裡當過三年太醫的 那他現在身在何處 這十年毫無音信 我聽說 宮裡還要捉拿他自罪 那豈不是闖了禍 忍性埋名 這一層 我就不太清楚了 總之你們兩位 也有幸得到元凡子的真傳 雖然偷看了秘笈 可是只是一知半解 說得真傳真的相差太遠了 至少你們兩位 知道了金蛇探月的出處和竅門 童爺 想不到你懷疑我默青山 現在又輪到偉恩凡 或者正本清源 你應該去同安找完封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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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來 童爺是你 真是冤家怒詐 何處不相逢 竟然在這裡見到你 真是冤家 真是冤家 來, 一程好酒 是 一人五斤 拿大碗來 來, 酒來了 好, 好了, 好了, 喝多了想不到爐 笑話, 別說五斤了 就算是五十斤 我也不放在眼內了 姑娘人家拼命這樣喝 是不是嚴命長 如果來個暴斃同安 我小不免 又要多跑三幾個來回 你放心 我現在都不知道多開心 吃得又喝得 這排手封信 要金得金, 要銀得銀 喝酒呢, 還要喝得痛快 千杯不倒 不是和雲三少反了面嗎 在谷北口還有甚麼靠山 世間上這麼多男人 又不是只有他雲磅一個 古北口站不住 我現在就去同安重新來過 如果他以為 我會綁死在一棵樹上 那他就太看小我了 他也不知道 我金蘭花是三個頭的鳥頭胎 九條命的貓轉世的 張先生說不用我 但是你四已經乖乖地在那裡等著我了 他想看我怎麼壞 很難 他想拆我的桌子, 做夢 有骨頭胎 有骨頭胎 當然了 我就替你乾一碗 紅爺, 你要賞臉了 好, 就陪你喝一碗 來, 乾 原風子是不是住在這裡 找他醫病, 他已經兩年沒用過針 我是谷北口, 來查案 谷北口越衙門來問 古北口出了幾件命案 死者兩隻腳板底 都插了兩尺幾長的金針 針頭有劇毒, 表面沒有痕跡 毒性一發作就沒得救 聽說這招叫金蛇探穴 是原風子你的絕招之一 沒錯, 連金蛇探穴這個名字 都是我改的 在下認為用針治病 目的在於救人活命 你老人家可以研發這種惡毒針法 被大徒奪命於無形無形之中 朕通百願, 妙勇無窮 善其事者可以療傷止痛, 亦受燃煉 亦其事者可以閉月斷脈, 取人性命 金蛇探穴的辦法 就是以毒有毒, 以毒逼毒, 以毒攻毒的絕技 其為善為惡, 不是針發出問題 而是用針的人出了問題 衙門來的人要問的 不是金蛇探穴怎麼用法 而是誰對死者用了針 誰是兇手 老人家可知有什麼人能用此針 這層就難說了 你老人家不說, 免不了要受牽連 你未至於將我這個盲眼老人 當成是兇手來扮吧 上頭逼得緊, 說不定要你老人家到古北口走一趟 就古北口而言 能夠一針入月的, 也只有一個墨青山 老人家識此人? 二十幾年前, 他是我最得力的助手 除了墨青山之外 偉恩凡, 老人家都應該不會忘記的 說到這個偉恩凡, 天分極高 但是心術極壞 他在我這裏偷了不少絕招 後來自稱什麼神針小如來 師父帶入門修行載過日 他後來修的是羅薩還是如來 都不是我能夠過問的 這個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老人家知不知道? 這個人入過宮, 翻過岸, 下落不明 我都花過銀兩找過他 唉呀, 聽說這個人 惡冠滿盈, 已經歸天了 聽說你老人家寫了一本秘笈 叫做千針全集錄 為恩凡和墨青山為了偷看這本秘笈 惡惡你是不是? 想看這本書的 誰知道他們兩個 江湖上為這本書而喪命的 也不計其數 那老人家可否被在下見識一下呢? 三年前, 這本書被人暗中讀就 至今一直下落不明 你老人家心中有數 最有可能讀書的是哪幾個? 當時這個墨青山來探望我 他想請我上運役山莊 幫一位姑娘用針 我因為眼神不好就沒有去到 他走了之後 這本全集錄就不易而非了 當時雲役山莊有沒有人來? 當時有個叫做雲三少爺 這位雲三少爺 可曾與老人家談及針灸之道呢? 這個人進來之後 就一直站在那裡 還沒開過聲 為了叫我上山 還放下五十兩百元 在下想請老人家 口述金蛇探穴的細節 由在下做筆錄 作為沿衙門辦案的參考 未知可否呢?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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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候君安 怎麼不捨問候海潭 總算有他的消息 雖然只是畫了一隻燕子 也好過經常要人牽掛 這個燕三郎真是怪人 他怎麼不現身跟你聊 他這樣躲起來算是甚麼交情 我看 他是想看看和大哥進了衙門之後 還認不認他這個朋友 就怕 幹甚麼 難道他還會耍甚麼花樣嗎 我有個最壞的想法 怕這幅燕子不是燕三郎送來 是錦衣衛送來嗎 錦衣衛用這幅燕子釣魚 想看看我童林是不是燕三郎的同黨 如果你猜對了 你就不應該把這幅畫拿回來客棧 海潭人說得對 你拿這幅畫回來客棧 就說我們母女都是他的同黨 不是這樣做的話 他們是不會露面的 只要露面 我就能聞到口供出來 原來童大哥 把我們母女倆釣魚 有我在, 不要有危險的 現在我希望老將軍 把所有的事都裝妥當 我們相隔他這麼遠 想照應他也很難的 真是急死人了 娘, 你不用擔心 只要燕三郎不離開我爹 爹是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希望吧 開港也有說, 知人厚眠不知心 童大哥, 你先坐下 我幫你炒幾道小菜 不要了, 我約了漢佬和阿銀 有事要商量 他們兩個未必來的 漢佬有空就去城衣店見月跪者 而程爺呢, 常常疑神疑鬼 說甚麼魂家派人打斷他的腳 天日黑就不敢出街了 幾位客官, 入面坐, 入面坐 入面坐, 入面坐 請問兩位叫了茶沒有 老胡茶來, 老胡茶來 不要上來 你站住 有沒有見燕三郎 誰的燕三郎 就是賣南北貨的燕三郎 是呀, 他來了嗎 我...你... 幹甚麼 沒事, 我只是眼花 我好像是眼花 你...你見到甚麼 我好像見到那個叫勁腕仁的燕三郎 去哪兒 就去那兒買包 看得到嗎 沒錯, 就是他 漢佬, 支持他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看見人呢 奇怪 難道我們倆是一齊眼花 兄, 你們倆找誰 你借開 六爺, 有沒有見到燕三郎 燕三郎, 他來了嗎 我...剛才明明叫他上樓的 來, 我們談談 幾位七大哥, 坐... 幾位走來走去, 你們見到甚麼 我...我見到鬼 二號桌上好酒 你們見到燕三郎嗎 我在童安也聽過他的消息 但是還沒能確定是他本人 他回來幹甚麼呢 我看, 九蛇趙毛記想回來顧北口 這個燕三郎是提前回來探陣 他現在是陰犯 如果見到他, 我會動不動手 這場, 就要看一堂東西了 那, 要看事實如何 來的人是不是燕三郎 而這個燕三郎 是不是趙毛記的燕三郎 還是敢以為的燕三郎 等事情搞清楚 再錯決定也未遲 你在外面見到他 真是白天見鬼 小姨, 我們走吧 燕三郎 我看這件事的真相 是燕三郎這個小子已經慘死關愛 回來顧北口的是他冤魂 那真是見鬼了 你們圍一圈幹甚麼 發生甚麼事 三位暴爺說 看見燕三郎的鬼魂 娘, 你去哪兒 出去找找 燕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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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姐兒, 用不用測字 燕三郎 燕, 你問甚麼 問這個人在哪兒 此人在古北口 為甚麼這麼說 你看看, 燕字中間 不是有北口兩個字嗎 是北口兩個字 但是, 不見他的人 燕字下面四點水 這個人應該在近水之處 近水之處 是啊 那酒坊算不算近水之處 酒字是水邊 當然算是近水之處 娘, 我們快點回去 這個小字一定在酒坊裡 走吧 還沒付錢 付錢 他進來了 留下一幅畫 畫 北口海棠 那你就不要再怪人家沒有問候你了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 一、二、三、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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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二、三 三少爺, 我... 你是來找我還是來找其他東西? 我...我是來請你看看這幅畫稿的 是飛雲就的畫稿? 是啊 好別智, 好別智 可以刁出來嗎? 我盡力而為 好, 盡力而為, 盡力而為 這座觀音刁成之後 我要當眾展覽, 當眾展覽 打手 在哪兒 你看我 有給我 你不知道 我到 opponent 我快到了 對 你不然 你以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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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一定會到 謝謝, 我們一定會到的 這張請點, 請一定要 好 請給你們老爺, 一定要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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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蘭姐, 你知不知道 城裡有很多人家 都接到雲三少爺的請帖 唯獨我這裡沒有 他為甚麼事派請帖 說得到一件欺世珍寶 拿出來展覽 欺世珍寶, 是甚麼 是麥姑娘替他刁肉一點 我想是為了討好麥姑娘 佔了這個人情 你只不過是說對了一半 他根本就不是為了麥姑娘 丟甚麼寶貝 其實他是想捧麥姑娘這個人 就算捧麥姑娘 也不用珍蘭姐 你是一筆勾銷的 是哪一天 這個月是十五 替我準備車 你要上山莊 他派請帖, 我去 他不派請帖, 我也去 那不是很好吧 如果去到大門口 被人攔住 姑娘, 你的臉不知 令他哪一臉好 你放心 雲易山莊的窄門口狗 怎麼都逃不出我手指縫 我怕也沒怕過 不如找程爺商量一下 還說程爺 他現在害怕三少爺 告狀告到老爺那裡 看見我就像看見瘟神一樣 避得多遠就避多遠 這幫人無情無義 不要指望他們 我這次上山 要打要罵, 我不在乎 如果我不把珍珠三拿到手 我誓不為人 袁叔, 遠道而來, 你嘗嘗 好呀 好呀, 你回來了 請帖發殺出去 一中也沒有禁帝 那就好, 辛苦了 有件事跟你商量一下 大興安寧 老奶奶王的兒子放聲氣出來 說想入關見世面 這次買礦的事呢 老奶奶王肯定會跟我們討價還價 不如趁這個宴會 把英馬拔天請到山莊 當日會有很多人來 會顯得這麼風光 這位英馬拔天 我們沒見過面 他喜歡甚麼我們也不知道 如果這麼遠把他請來 萬一招呼不到 他回去跟老奶奶王 說句不合聽的 我們就偷計不到蝕紮米 據我所知 老奶奶王練腦多病已經不理事了 將來你要跟英馬拔天打交道 如果你不把英馬拔天 炸在手心裡 這次賣礦的事 可能會出問題 好呀, 就這麼決定 雲川 少爺 這張道興安寧的請帖 還要麻煩你去一遍 是的, 少爺 等一下 你順便打聽一下 這位英馬拔天 喜歡吃甚麼喝甚麼 既然我們發請帖的 他高高興興地來 也要他快快樂樂地走 至此也要讓他見識一下 我們魂役山莊 陣容鼎盛, 名不虛傳 不哈 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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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呢 有空就對上帳子 不就經常看著那幅畫 看得久了, 花會丟臉 燕子也會飛走 娘, 在這種時候 還拿我來開玩笑 這些東西你看見燕三郎就問問他 怎麼經常神出鬼沒 拿我們來開心 娘, 你看看 到底這幅是陽畫還是冥畫 你想問他 是生人畫還是死人畫 生人作畫畫不到感情出來 就是冥畫 死人作畫如果畫出的情字 就是陽畫 就算你現在不明白 日後慢慢你也會明白 希望燕三郎不要有事就好了 照樣看, 他對你爹好 還是沒有白費 看他平時陰陽怪氣 胡胡鬧鬧的 原來也是把他出來的 後來看他站在爹的身邊 看見他忠心赤膽 慷慨負難的樣子 真是令人難忘 我看他還會送信來我們這裡 計算日子 老將軍也應該 跟上官致城碰了頭 如果一切是按照計劃的 他們也應該露面了 娘, 我跟你是有約在先的 這次我爹帶人上北京 我一定要跟上去 無論如何, 我也要為他出點力 流緊不是跟他一個人有仇 流緊的仇人何止千萬 我要看看大家怎麼處置他 我跟你說過 在你沒見到你爹之前 我是你娘, 你一切要聽我的 見到你爹之後 你就是他的女兒, 一切要聽他的 娘, 你猜我爹會不會 讓我跟他一起去北京呢 怎麼也要讓你去跟公主掃毛 這麼多年來 不知道老將軍 有沒有去公主的墳頭拔過草 行了, 我去, 我去 怎麼說, 我也要去 有衍三郎為你帶路 你還有哪兒是不敢去的 來 小卓兒 你在弄娃娃嗎 我不是弄娃娃, 這是觀音 觀音是甚麼 觀音, 怎麼跟你說呢 你有沒有娘? 有, 在二樓 你娘是否疼你, 是否很愛護你 我知道你娘疼你, 愛護你 你是你娘的心肝寶貝, 是不是 你有娘, 但是我卻沒有了 在你的世上, 還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都是沒有娘的 他們都是沒有人疼, 沒有人愛護 沒有人當是心肝寶貝 你知不知道 所以, 這叫觀音 她是我的娘 也是很多很多小朋友的娘 當我們有甚麼心事的時候 可以跟她說 受了委屈的時候, 可以向她傾訴 當我們有病的時候, 或者有任何不幸 都可以告訴她 只要唸她的名字, 就可以得到化解 所以, 我離不開她 就像你離不開你的娘一樣 我看不到她 她在哪裡 她就在我們的附近 無論我們是在山下還是山上 她都一直在我們的附近 不過當你不需要她的時候 你就看不到她 當你需要她的時候 你在心裡不停喊觀音… 她就會出現在你的心中 以及在你的眼中 這個娘真好 我也要一個這樣的娘, 行不行 可以 觀音是每個人的 那你甚麼時候走 走 銀娃阿姨, 翠娘阿姨, 蕭桑阿姨 她們都是來了又走了 真是沒意思 我釣完這座觀音, 都會走的 你不會走的 我為甚麼不會走 因為你還沒找到你想要找的東西 那你告訴我, 我想找的是甚麼 你不記得 我可以看穿你肚子裡的事嗎 甚麼事 找書 書不在書房裡 書在哪裡 告訴我書在哪裡 快告訴我, 我想找的東西在哪裡 這個是你, 還有我 我們之間的秘密 我們都不會告訴別人的 你快告訴我, 告訴我 小卓兒, 小卓兒 童大哥 我秦山路經這裡 不是進來看看你嗎 再過三五天 這個觀音就可以叼成了 老爺已經收到請帖 他會上來參與開光大典 雲三少爺真是小提大眾 那就是要我出醜 他崇拜觀音 不過是想放下金針, 立地成佛 童大哥, 你找到更多的證據了 我去銅鑼, 探訪過袁風子 千針全集佬就是他的大眾 在兩年半之前 雲三少爺也讀過銅鑼 請他上山用針 他是因為眼力不好 而借住了三少爺 但是在三少爺走了之後 那本千針全集佬就不亦而非了 所以你在書房裡看到那本 就是袁風子的首本 不是首本, 就是福祿 可惜我還沒找到 一定是他把這本書收起來了 照樣看來 雲三少爺也是個用針的高手 也可能是金蛇探穴的疑空 不會, 不會的 他不會做這種事 那當然, 由他的外表看 沒有人相信他會做這種事 就算從他內心看 他也不會做這種事 你知道雲三少爺的內心 藏了甚麼嗎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當然知道了 你也有雲嘴魚的通天眼 可以看到他的內心嗎 如果你有機會 到校花園見到那個鍾雨石洞 走進去那間密室裡 你就會發現 三少爺的內心是多麼美 多麼親切 多麼細心 和多麼高貴 我告訴你, 你是不會明白的了 就像我剛才和八歲的小孩說 觀音是怎麼救世人一樣 或者你可以說得更精彩 跟我說三少爺的心術之美 就像叫井底之蛙 看清楚甚麼是萬里程空一樣 童大哥 童大哥 菩薩保佑 三少爺的心裡 除了你所感應的一切之外 並沒有所謂的金蛇探訣 你... 那樣的手鈔本 大小, 口薄都差不多 封面上寫著千針全集錄 原封紙秘笈 各位看清楚 這本是我模仿出來的 我們想要找這本書 如果找到這本書的話 就證明 雲三少爺和金蛇探月有很密切的關係 因為在古北口 知道金蛇探月是甚麼一回事的 除了墨青山 就是雲三少爺 老爺要上山參與一座玉觀音的開光大典 這只是我們守山的好機會 到了那天大家都要上去 現在我分配任務 漢老, 你負責守下廳 硬銀, 你負責守書房 好啊 大力, 你負責守二樓寢室和佛堂 我負責守厚花園, 中雨石棟 山座防守嚴密 三步一哨, 五步一江 我們怎麼進去守呢 我已經派人放了消息出去 說花念子會選擇那天 帶人上去鬧事的 這個消息傳來傳去 一定會傳到真的一樣 等我們要動手的時候 就大聲喊, 馬賊來了 等裡面一亂 我們就可以借守馬賊為名 到處去守書 就算三少爺看著我們東奔西闖 他也無話可說 大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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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爺, 有甚麼事 蓋邦派人說馬賊又要上山了 甚麼時候 觀音開光大典那天 真是大件事 那天會有很多人上山的 看來有月替派巡城鮮馬的人幫忙 快去聯絡, 快去聯絡 快去聯絡 老和尚怎麼樣 老和尚聽說馬幫要來 就嚇得他躲起來了 今天開光大典 老和尚不來, 怎麼開光 我看他不敢來 不知道他一個 十個六七個都不敢來 真是豈有此理, 豈有此理 我進去裡面跟三少爺說 看看三少爺怎麼處理這件事 好 三少爺, 老和尚不肯咬你 平常都問我拿不少銀兩 幹甚麼 到了緊要關頭 我罰慈悲就變了我罰怕賊 還村 三少爺有甚麼吩咐 你帶人去迎接鷹馬拔天 路上遇到馬賊的人, 你就殺了 出了甚麼事的, 有我和你們揹 是 等一等 叫鋼坑道做事的人出來了 今天全部停工 到處三十里的地方跟我仔細手 山琴一個馬賊, 上赤金二十兩 是, 我馬上去辦 如果沒有人來 就浪費你山珍海尾了 不要緊 這樣 就更能看出誰是真情 誰是假意 停車, 停車 有車了, 停車 蘭花姑娘, 你幹甚麼 改行做賊 你是不是去雲翼山莊 那順便再和我們一起去吧 你的車呢 車, 壞了 那你上車吧, 小青坐車頭 謝謝好哥 對不起, 裡面已經滿了 坐不下人了 唐姐兒, 我們連這樣的交情都沒有 這些不是有沒有交情的問題 是有沒有請貼的問題 那這件事你就管不了了 你和雲三少爺搞得滿城風雨 街坊倫理誰不知道 你有請貼, 我們送你進去, 沒手未跟 如果沒有請貼, 我們送你進去 在門口被人截著, 把你趕出來 你難堪, 我們也沒面子 你說是不是 現在上山的車, 真的一架接一架 不知道多少 我搭你的車, 可以說是給你面子 你別以為我想占甚麼便宜 今天你再給面子, 我們也受不起 沒有請貼, 你就不要上這架車 你不知道千里馬都會跌死 會游泳的人都會浸死嗎 現在甚麼事都會發生 你不要麻煩我們 你找甚麼 本姑娘有沒有請貼 今天都要坐你的車了 小青, 上車 是 你們硬上車, 我就叫打劫 衙門的車離我們沒多遠 到時候程爺不理 但是童大哥一定不會讓你亂來 你聽著, 說別的我就不插嘴了 說到你為童大哥了 你就要聽清楚一句話 哪個男人不好聲 哪個貓不偷魚吃 你都含氣噴人 你最好就去問問他 前兩天, 我和他在童安一起喝過酒 他的酒量是怎麼樣 你都知道的 三斤酒一落肚 你知不知道他的口說甚麼 雙眼看甚麼 而他的手又摸甚麼 誰打破, 浩瀚無盡滄脫 壞傲氣, 越是難越感動 那句話逐流衝擊前堂 流露不屈眼光 你準備好, 掃, 掃瀚無盡滄 在這裡, 少汽咧 你最好他們的貓不屈眼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